來到今天的氣象資訊站時間 歡迎趙文 那我安太嗨了是不是 因為其實今天不只要講氣象 而是說天氣變好了 也開始可以出去玩了 那你會發現 網路搜尋現在最夯的關鍵是熊好券 可是其實不只熊好券 好多縣市都有推出這樣的振興方案 好康真的蠻多的 其實對大家很有吸引力 甚至還有縣市有加碼抽獎來送房子是嗎 對 沒錯 那我剛剛提到這個熊好券2.0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上網登記了 好那其實就是有6種券 那你就看到其實有些是有限制的 4萬份4萬份 最多就是這個想購券還有48萬份 所以也就是說登記這個的話 你抽到重獎率就會比較高對不對 然後呢不管呢 無論你不限台北市民全台民眾 最高的話可以拿到禮券的面額是2000塊錢 你登記了嗎 我剛剛就去登記了 好這個頁面是很簡單你知道嗎 你就下載這個台北通的APP 然後點開這個服務這個欄位 裡頭呢就有熊好券2.0 然後很簡單你只要選了兩種 只能選兩種就六選二這樣子 沒有錯你就選兩種 反正大家應該都會選這個48萬份吧 因為這個中獎率就很高 那看你喜歡什麼啊 因為我知道這個農好券 我爸媽之前有他們就是可以去農會 換一些東西 然後運動券就是運動相關 藝文就是說比較有藝術氣息的人可以去選 電影院也可以去啊其實 那住宿券是怎麼樣 住宿券就是像是呢 只要有安心旅宿這個標章的 你就可以去登記了 那麼像是呢 美福大飯店啊 金華酒店都在這個名單裡頭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種了這個住宿券的話 裡頭呢有安心標章的這樣的一個旅宿喔 你都可以去住喔 好那麼呢想購券呢是有48萬份 哪些地方可以用 好這我剛剛就幫他研究一下 因為他都是走貴婦路線啦 所以呢像是百貨公司啊 美食攤位啊 鼎泰豐啊 星巴克都可以使用 那麼像是市集券的話呢 那麼就是夜市啊 地下街啊 市場也都可以來使用的 好那總之呢就是這個六種當中 你就選兩種來去登記 最重要的是登記到什麼時候呢 還有時間啦 會登記到10月24號6點是下個禮拜一 那什麼時候會揭曉呢 其實下禮拜二 10月25號就會抽獎了 到時候就會知道自己有沒有中獎喔 那麼不只台北市有 其實新北市也有對嗎 對新北市呢 是這種推出的新北購遊歷 那麼呢你要先去商圈消費啊 滿300塊錢 就可以上網註冊會員 欸這一次對大獎還不錯耶 就是台嗎 沒錯 露營車喔 其實露營現在很夯耶 有可以抽到這露營車也蠻lucky的 但是呢這個潘正文除了最喜歡露營車啊 還有其他3C商品之外 有一個地方的這個振興方案超級讚的 居然是有送豪宅 沒有錯喔 這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的 因為我超有興趣的 那麼嘉義呢 他就推出了這個嘉義縣的商圈購物訣 那麼如果呢 你到了這個嘉義縣九大商圈 或是觀光工廠上 當時有700家店的話 消費滿300元 這個時間蠻重要的 直到10月底前喔 剩兩週 然後趕快到嘉義玩 對 然後消費至少是有300元 就有這個莫彩券 對就可以送 CP值很高耶 但是你可不可以中這個獎也太知道 但是這個呢 房子呢是在高鐵附近 而且是兩房 那麼價值大概是500到700萬元這樣子 哇真的是看起來超棒的 所以每個縣市都推出這樣的振興方案 那麼也是把握這種好天氣的時間呢 大家就可以趕快出門玩啦 那剛剛提到了 有一些是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呢 在下雨好幾天之後 未來幾天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把時間交給趙文 好這幾天啊 天氣呢 終於不再下雨了 那麼北台灣地區呢 今天啊 如果您出門的話 大台北地區的觀眾朋友 肯定很有感 而且還有點感動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地板終於不再是濕的 是乾的 也就是呢 雨終於緩了 那麼目前正在下雨的地方呢 都是在大台北的東側 以及基隆北漢 宜蘭地區 有一些零星的飄飄雨 那麼像是花蓮的秀林 目前時雨量是4毫米 那麼像是北投地區 時雨量大概是1毫米 雨勢並不太大 那麼今天下半天開始呢 雨就會慢慢慢慢減少 甚至就會雨停了 那麼未來這個天氣的狀況 會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表 明天開始呢 其實就會逐漸的回升 那麼東北季風逐漸減弱了 而且呢 溫度大概會回升4到5度左右 禮拜四禮拜五都是類似的天氣形態 那麼到了禮拜六這一天呢 我們要特別觀察的就是 熱帶擾動的發展 究竟它會不會形成颱風呢 從目前的歐洲模式以及美國模式 看起來的確是有機會的 所以說像是北部迎風面的這個北部 基隆北海岸宜蘭地區 甚至在整個東半部恆春半島 可能都會有一些降雨 那麼另外呢 在下個禮拜的時候呢 東北季風可能會增強 溫度再度偏低 那麼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高溫來到23度 那麼像是基隆北海岸水氣就偏多了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雨林 今天高溫來到29度 那麼今天中台灣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今天高溫來到31度 而且有點暖熱的感覺 宜蘭花蓮跟台東高溫來到26度 但是宜蘭縣今天還是會有飄雨的現象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25度 那麼金門跟蓮江今天雲量偏多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戰